祝贺台湾生命慈善協会 这里赋予大家继续多点支持SMA 我是杰衣妈妈 我们家目前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那杰衣目前是五年级 现在今年十岁 那妹妹是现在是小学二年级 目前是满八岁 杰衣其实她出生的时候 只有有三千五百多功课 小时候真的是一个胖嘟嘟的小孩 她是所有病房里面最大值的一个 到一岁多的时候发现说 奇怪她怎么走路会跌倒 是直到大概一岁七八个月 真的觉得不正常 然后姐姐才记忆说 那你们可以去小儿生经科检查看看 这样子 那我当下的想法是说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其实小朋友可能走路摇摇晃晃的 但是我后来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她在趴露踢的时候很吃力 结果后来就确诊说 她是SMA的小朋友 那时候就是真的就是 跌落谷底 因为她还可以行走 所以她是属于第三星的病友 残檢医生也很直白跟我说 哦 这样小孩子不会死了 她就会终身坐如已坐到老 那听到这样的事情 其实窒息也整个很很难受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想法 你会去想是说 她的未来是如此啊 将来状况可能会不能行走啊 甚至要用呼吸器等等的 但是其实我内心里面呢 我比较拒绝那一块 我一定要想出办法 所以其实我记得 我那一阵子是睡不好的 我记得是真的是哭出来 哭醒过来 其实那段时间其实 真的自己很可怜 确诊之后 那我原本是在公司上班嘛 她那时候每两个月 就大概可能因为小小的感冒 然后就肺炎 然后就住院 两岁左右我就决定 就是要辞掉工作专心带她 那专心带她之后 可能家里少了一份收入 跟先生可能多少都会有点纷争 又加上前夫他有外遇 后来我是决定离婚 然后带两个小孩子走出来 阿嬷说已经在等我们 可以吗 想你啊 我是亚兰的妈妈 她就遇到了就是要面对啊 就是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小朋友这样子 担心当然会担心啊 有时候呼吸很辛苦这样 我就觉得说很心疼这样 她的回来都是脸笑嘻嘻的啦 她不会愁眉苦脸 对啊 真的很乐观耶 她是我的开心婆啊 对啊 她都说她最美丽啊 好漂亮啊 是看她这样很活泼 我觉得就很安慰 不管她是怎么样 活多久都没关系啦 我只希望她能够乖乖的过日子 舒服吗 舒服吗 又给你装冷气 舒服吗 当时我离婚的时候 然后我爸爸把我借回来 面临到怡萱要上学 我爸爸都说她可以开车带我们 然后我妈妈说她可以帮我们拿书包 但是我觉得我要跟怡萱 未来是要走一辈子的 所以其实我当下觉得说 与其让一家人辛苦 倒不如我自己辛苦一点 一定要走出来 爸爸妈妈日子会过得比较好一点 最期待的是到阿玛祖的面前 真的她很勇敢 因为台北的物质店很贵嘛 空气又不好 亚人是说她那边学校比较有福利啦 我们现在基隆其实常下雨 下雨我不可能带她出去走走 学校可能没有无障碍的环境 她上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会考虑来台北的那一次是 我们第一次去加护病房 就如往常我们一样住在那个基隆鼠立医院 但是当下她那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学养降到三十几 然后当下医生居然要我马上转院 因为医疗设备的不足 我想说怎么可能医疗设备不足 一心就是一定要走出来 未来的路才会比较好 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 我就这样子带着小孩就离开了 哈喽 这就是我们家 我们家很小 我们家很小 但是该有的都有 然后这是我们睡的床 大概六平 住大概十年了 最艰辛的应该就是来台北的那一年 她大概五五六岁 因为刚来台北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我想说那我就包水饺 其实那时候包水饺包到整个手都是有点发炎 但是我还要抱怡萱 我也没办法让自己累倒 生活的必须嘛 一定要去赚钱 至少我没有让我的小孩子二早一餐 我觉得那些辛苦 为了小孩其实都是值得的 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因为她每次就是可能会干 饼干那些 然后到三斤断那个每段 然后一早还要带我去上课 上完课有时候还要去送货 是真的比较辛苦 但是我也遇到 我周围都是遇到很好的人 有的时候担心明天没有钱缴电费缴水费 可是可能今天晚上突然就会有一个订单 付了一个订金 那我又可以顺利度过了这一天 大众交通工具方面其实我不太敢去做 是因为第一个我怕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别人 因为我们可能动作就会比较缓慢 有的时候捷运站人很多 包括那种博爱电梯 正常人跟伸脏者一起在排队 我都觉得说 你们没有办法离让这些伸脏吗 只有一台电梯而已 那么多人在等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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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começar的 estar 還有做人現在 不會後悔的事情 其實因為他的個性很樂觀 他在班上其實人際關係也蠻好的 其實大家都還蠻幫忙他的 從國小國中到現在的高中 對每個同學都是能夠幫忙的就幫忙 我覺得他有什麼不一樣的 還好吧 我覺得沒有特別不一樣 我有很多小天使 非常多 我跟他們就是好像被沖著一樣 還覺得跟他們在一起就很開心 他們常常我還沒想到的事 他們都會宣布我想到 我一開始看到他的時候覺得很酷 因為那個時候他的頭髮還沒有亮黑 我就先注意到他的頭髮 我想說真的覺得頭髮好鮮豔 感覺他交到一個酷的朋友 然後他的個性也是很少女 因為我都遇到很棒的人 所以我不會想要放棄 我可以喜歡這門消息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